与其是闖紅燈被攔下 卻情緒失控大哭 冤進覺得莫名其妙 一靠近才發現她滿身酒味 女子便稱是因為有人在後面追她 但她講話聲音戰鬥一點緊張 才講每兩句就向冤進討饒 女子坦誠才剛剛酒駕出獄 拜託袁瑾放她一馬 一邊講還一邊痛苦失聲 嚴盡袁瑾堅持要酒測 她的情緒正個大崩潰 小姐 妳知道不能喝酒 因為我們家快到了 你為什麼還要喝 喝醉我會在雷康嗎 我們也不是抓別人 你拆其他人都可以 就是 可是就是因為你違規 我們才把你攔下來 不然我真的放在旁邊 然後你讓我別人帶走 這樣可以嗎 因為酒駕籃箭出獄 那我去找朋友 朋友啦 見到她很高興 所以我說要 要請求她出獄這樣 然後算要錢 要喝錢 就是怕酒駕又要被抓去關 嘉義這名二十歲女子 面對遠景攔茶 情急之下崩潰大哭 最後酒測值0.3 又被依公共危險罪移送 回不當初 記者侯顧問 廖宇智 嘉義報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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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